各位好 这期节目我们进入到经验论的最后一位哲学家 休默 可以说前面讲到的洛克也好 贝克莱也好 都是不彻底的经验论 并没有把经验论的原则贯彻到底 比如洛克承认了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存在 但这个实体又是不能直接经验到的 这无形中就承认了某种天赋的能力存在 而贝克莱虽然否定了物质实体 但他承认了精神实体 承认了所有观念背后都有一个心灵的承载 而心灵中的观念是什么呢 是一种直觉性的 这就带有一定神秘色彩和天赋的色彩 所以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论 都是半途而非的经验论 并不彻底 而休默呢 是彻彻底底的经验论了 他把经验论的原则贯彻到底 不进行任何的妥协 在经验范围内的东西是可以讲清楚的 但经验范围外的东西就开始持怀疑态度了 这就是一种不可知的态度 那么接下来的几期节目 我们将会按照这样的脉络来介绍休默的哲学 大概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经验范围内的部分 我们会讲到他彻底的经验论的问题 知觉论 去探究经验的对象啊 知觉的分类等等这些问题 在经验范围内的部分 休默认为是清晰的 这也是他经验论的逻辑路径 当然 这部分的内容 前面在洛克那里 已经有过介绍了 所以这块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第二部分 从经验范围外的部分去讲 休默持有的温和怀疑论 或者说不可知论的观点 看看他是如何彻底贯彻经验论的 这个彻底性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部分 我们会通过对实体的不可知 以及对因果关系的怀疑 这两个小点去讲解 第三部分 我们会去说一说 休默把经验论贯彻到底之后 出现的一个问题 经验论走向了一个死胡同 我们将会通过对知识的分类问题 去解释这个死胡同 好 今天我们首先从第一个部分 知觉论开始讲起 在这之前 我们先对休默这个人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休默是1711年出生于爱丁堡 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他年轻时就写出了那本著名的著作 《人性论》 但在当时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反响 以至于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这本书在印刷机上就已经死掉了 但休默并没有灰心 他的性格也是比较乐观和豁达的 所以经历这样的打击对他来说其实不算什么 于是后来他在一个图书馆当馆长期间 把人性论的几部分内容分别抽离出来 用通俗的语言又写了一遍 其中《人类理解研究》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轰动 可以说休默一炮而红 而人类理解研究便是讲到的他的认识论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休默的认识论的问题 知觉论 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 什么是知觉 第二 知觉对象的类型有哪些 我们先来说什么是知觉 在休默这里 知觉就是经验的对象 回忆一下 在洛克和贝克莱那里经验的对象是什么 是观念 只不过在休默这里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叫知觉 这个知觉呢 其实就是呈现在心灵中的任何东西 比如我们形成的苹果是红色的 香甜的这种观念 对原型的概念 或者一种开心喜悦的情绪等等 这些都是知觉 那么知觉有哪些类型呢 两类 一个叫印象 一个叫观念 这两者的差别其实也就是感觉和思维的差别 我们先来说印象 印象是什么 就是第一次出现于我们心中的一切感觉 情感和情绪 我们听到的 看到的 感受到的一种出现在我们心灵中的东西 当下的感觉和情感 这些都是印象 具体细分又分为两类 感觉印象和反省印象 感觉印象很好理解 就是看到的听到的 关于事物色香味的一种感觉 还有关于情绪的感觉 比如快乐和痛苦 这些都是当下最直接的感受 无论是对物 对自己的心理活动 这些都是感觉印象 而反省印象呢 是直接从感觉印象得来的 也就是说 反省印象的基础 首先是建立在感觉印象的 得出的关于各种情感 态度的印象 这些都属于反省印象 举个例子 快乐和痛苦 这是属于感觉印象的 基于此 得出的热爱和仇恨 这就属于反省印象了 因为对一个事情的热爱 或者对一个人的仇恨 这不是你第一次当下的一种体会 而是在你高兴 或痛苦的感觉印象基础上 得出的一个结论 所以诸如热爱 仇恨 骄傲 嫉妒 或者大方 希望 恐惧等等这些印象 都属于反省印象 好 无论是感觉印象 还是反省印象 这两者都属于印象 是人们强烈生动的知觉 而知觉的另一个类型 就是观念 这个观念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感觉 情感和情绪 在思维和推理中 较为微弱模糊的意象 当我们反省 一个不在场的对象时 出现于我们心灵中的东西 是对印象的忠实磨血 怎么理解呢 印象是当下的一种直接的感觉 比如你看到了一个苹果 好 苹果是红色的 圆的 硬的 这就是你当下的感觉 形成了一个 关于苹果的感觉印象 而这个时候 这个印象在心中 留下了一个副本 当这个苹果消失后 你眼前没有苹果了 那么这个曾经留下来的副本 就起作用了 这个副本 就是你曾经看到的 那个苹果的印象 当你回忆时 其实就是一个思维的过程 你头脑中那个副本又回来了 就形成了一个苹果的观念 刚刚说的不在场 就是不在当下 苹果不在你眼前时 这个曾经苹果印象的副本 留在你心中的东西 就是观念 所以印象和观念相比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一种生动性程度的差别 当一个实实在在的苹果 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产生的感觉印象 这是非常强烈和生动的 这个印象是很刺激的 但当苹果不在你眼前时 你要回想起苹果是什么样 就需要一定的思维能力去回忆 那么这个时候知觉怎么样 就有些不太强烈和生动了 因为你只能回忆 那个大概的印象 心中留下的那个副本 就是关于苹果的观念 好 这块大家要仔细理解一下 我们再去举一个例子 大家应该都去听过演唱会吧 在演唱会现场 你感受到什么呢 当然是一种震撼嘛 无论是歌星的现场演唱 还是粉丝们的呐喊 让你真的感受到了一种刺激 但是 当演唱会结束后 你回家睡了一觉 再回忆起昨晚的那场演唱会 有什么感觉 肯定就不那么强烈了嘛 这种刺激的感觉就减弱了 你心中一定还能回忆起那种激动的感觉 但和现场的那种激动相比呢 肯定不如现场那么刺激了 总结一下 现场听演唱会 让你产生的是感觉印象 但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 你心中留下的就是观念 好了 通过这两个例子 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印象和观念的差别了 说白了 就是知觉在心灵中的强烈程度的差别 一个是当下的 直接的 一个是间接的 但要明确 两者都是知觉 印象和观念都是同一个东西 都是经验的对象 好 从刚刚讲到的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它们的关系 在修默这里 经验的对象叫知觉 这个知觉也就是洛克那里的观念 而知觉又分为了印象和观念 印象又分为了感觉印象和反省印象 反省印象的来源是感觉印象 感觉印象是一切知识的来源 也就是说 先从感觉印象到反省印象 印象又在心中留下一个副本 副本的继续存在就形成了观念 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 好 知觉论 这几个核心概念的逻辑 已经帮大家理清楚了 那这个时候 你也许会有一个问题要问 既然一切知识的来源是感觉印象 那么这个感觉印象又是从何而来呢 如果按照我们的常识去理解 这个感觉印象当然是从外物而来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洛克那里说到的 外物的刺激形成了感觉经验 或者说内心反省形成了反省经验 但休默这里呢 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休默认为这是经验范围外的部分了 这个来源是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 是不可知的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下期节目我们将从经验范围外的部分 去探讨休默的不可知论 和他的温和怀疑论的问题 同时这也是他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的体现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感谢收听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